大家好,歡迎收看房大叔看房 前兩天我閱讀了一個文章 跟我的經歷做了一個重疊 我拿來跟大家做分享 這是一個做網拍做得很成功的人 在他身上所發生的故事 上大學時,他曾經遇到了一個數學方程式 他花了幾天的時間都解不出來 於是他便找到理科很厲害的同學來幫忙 結果同學整整寫了三頁A4的大小 做代數的推導 你別跟我來這一招 最後發現,結果竟然是一個無窮數 在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 他自己不是學物理的一個料 他馬上換專業,換到了計算機科學 他說人這輩子價值最低的是錢 更貴的是時間,最貴的是精力 而凌駕於精力之上而是選擇 每個人都有相同的時間 一天都是24小時 為什麼在同樣的時間條件下 有人成功也有人平凡 為什麼有人能一年掌握一個技能 而你卻要花兩年三年的時間 那是因為他把生產的精力 都用在了實現結果上 而你把你的精力都用在滿足短暫的慾望上 這也就是為什麼精力比時間貴 如果你很會運用精力 你把精力運用在怎麼高效工作上 那麼你就會成為一個公司的精力 他把精力運用到怎麼去組織人員 為自己更高效的工作這件事情上面 最終他會成為公司老闆 這就是為什麼選擇比精力更重要 所以說人的時間是一樣的 我們看的是你投入的精力 而做出對的選擇 投入的精力與時間 才能成就你的成果 說這個故事的人 就是世界首富貝佐斯 我今天跟大家說這個故事 不是要跟大家說 我們要成為世界首富貝佐斯 因為這件事情不是我們想要就能成真的 但是我們卻能知道 時間、精力以及選擇的重要性 我這個禮拜六 我跟一個粉絲一起聊天 這個粉絲他本身是個舞蹈老師 他在台北打拼了很多年 在民國一百年的時候 他帶著一千多萬的存款 回到他鄉下的老家 買了地 蓋了一個透天的別墅 做起了小生意 這些年 他日子過得很瀟灑 每天閒情易智 種種花草 串串門 喝喝茶 他的兒子也非常的優秀 考上了台大 也順利的在台大讀國 畢業後 打算留在台北工作 前幾天他們決定 去台北看他們的兒子 一進屋 兩人就懵了 兒子租了房子 是一間在台北公寓改裝的套房 沒有電梯 也沒有什麼採光 屋齡超過了50年 看起來就像個微樓 一個月的租金 還要一萬八 小孩子除去了房租跟吃飯 一個月的工資 也所剩無幾 兩人就決定 把鄉下的房子給賣了 給兒子在台北市買一個房子 可是現實 給了他們當頭一棒 因為即使現在 他們把老家的房子賣了 再加上這些年的存款 也就1000多萬 但是賣掉老房子也要保留自己養老的錢 也要在老家買一間小房子 而這些剩下的錢 卻只能夠在台北市 幫兒子付預算2000萬內的 老破小的一個公寓的投機款 還沒有多餘的錢幫兒子做裝修 第二個方案 就是他們去郊區 買個2加1房加車位的房子 夫妻兩人當場是又腦又急 因為民國100年的時候 他們手裡1000多萬 是足夠在台北的蛋黃區 貸款買一間4房帶車位的房子 沒有想到台北的房子漲得那麼快 最後決定考慮到交通時間 生活機能 以及未來的都市發展 他們決定在桃園的蛋黃區 買一間2房帶車位的房子 因為此時不買 以後會越來越貴 直到現在兩人才明白 當年決定把台北的房子賣掉 是一個多麼荒誕的決定 我跟大家說這個故事 是要跟大家說 本質上大城市的房子 是對鄉村市場的洗劫 大城市通過教育 好的醫療跟生活機能 讓你在這裡讀書讀大學 然後再通過高薪的工作 把人才留在這裡 然後再通過高房價 把小城市的財富洗劫出來 這是一種趨勢 未來10年20年 也都會如此 如果你不早早看透這一點 卻還在糾結總價 以及貸款的壓力 選擇買在沒有都市發展的地方 沒有就業機會的地方 沒有生活機能的地方 沒有教育醫療的地方 沒有交通優勢的地方 未來在房市分化的條件下 你手上的房產 將轉變為負債 我用這兩個故事 一個是思維 一個是結果 是要跟大家說一件事情 時間是公平的 你把時間精力花在哪裡 結果就在哪裡 同樣是買房 經過同樣的時間 結果是兩極的 同樣的一筆錢 同樣的一筆貸款 你所擺放的位置 將決定你未來的結果 不要因為你上錯了公車 卻因為你自己買了票 卻捨不得下車 方向錯了 是到不了終點的 我用這兩個故事 鼓勵手上持有房產的人 與正要買房的人 你有閒置的資產 現在正是改變配置的時候 如果你正要買房 你一定要妥善評估 買房買的不是鋼筋水泥 你買的是一個未來 我是房大叔 我在這裡有準備房地產的 中古屋簽約權注意事項 以及購物檢查表 以及個人的購物財務評估 讓你知道你能貸多少 該準備什麼 如果你有興趣 請私訊我 或者你有房地產買賣的問題 請在留言區留言 我都會一一的回覆你 我們現在正在張目 如果你想加入房地產的這個大家庭 想學會房地產中介的買賣 想知道什麼是包租貸款 想了解營銷跟行銷的不同 也請你交我好友跟我聯絡 改變是從選擇開始 下定決心扭轉乾坤 房地產就是最好的選擇 讓我們一起領略不動產的風光